进入藏匿耕地基的眼睛的地方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带火 带火 带火属性角色 进来后直走 飞下去 我们走侧门 去那里重新启动机关吧 四叶硬飞过去 这里有个精致的宝箱 拿一下 开门 启动 然后下来 旋转右边的机关一次 到光亮位置就可以 旋转左边的机关一次 旋转前面的机关一次 回来再旋转左边的机关两次 旋转前面的机关三次就可以 门打开了进去 门打开了 继续前进吧 这个在前面 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 只有两个原石 太小气了 不拿了 就是这个冰使徒要用火打 如果你没带火 肯定比较累了 怎么破盾都是一个问题 这里过了就都是剧情了 跟着提示走就可以了 跟着提示走就可以了 沙焰